陈醒生,华人数学家中的第一人 国外曾经有数学家 根据21世纪数学家做出的数学贡献 和影响力对他们进行了排名 其中只有两个华人数学家进入了前100名 大家熟悉的华罗根排在第90名 另外一个是陈醒生 他排在第31名 所以陈醒生是公认的华人数学家当中的第一人 在陈醒生的一生当中 他曾经有过很多的第一 比如说他在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研究院 获得了硕士学位 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数学研究生 数学家被邀请去国际数学大会 做一个小时的报告 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 而陈醒生曾经在1950年和1970年先后两次被邀请到国际数学大会做一小时的报告 这在华人数学家当中也是唯一的一个 大家知道诺贝尔奖是没有数学奖的 与诺贝尔奖其名的数学类的奖项 大家比较公认的是沃尔夫数学奖 1984年 陈醒生获得了沃尔夫数学奖 他是第一个获得沃尔夫数学奖的华人数学奖 国际数学大会每四年开一次 在大会上会颁发一系列的奖项 最重要的奖项 大家公认的是贝尔茨奖 但是贝尔茨奖只颁发给40岁以下的青年数学家 他不是一个终身成就奖 一直到2009年 国际数学大会才设立了一个终身成就奖 这个奖的名字就叫陈醒生奖 这是国际数学联盟颁发的第一个 由华人数学家并名的数学奖 陈醒生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获得这么高的荣誉 是因为他在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 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微分几何数学家之一 他在整体微分几何方面的贡献 对整个数学的研究 甚至对理论物理的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陈醒生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 也是一个伟大的数学活动家 他在美国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 创建了美国数学科学研究所 在中国的南开也创建了南开数学研究所 他还在2002年促成了中国首次举办国际数学大会 陈醒生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数学家 其中包括第一个获得费亚斯奖的华人数学家 邱成童以及著名的数学家 吴文俊 吴文俊